June,你真的很厲害 你幫我打了一個招財水晶鎮 生意馬上比之前好很多 真的很神奇 我替你擺的那個鎮 都是幫你清除不好的磁場 還有幫你招財 客人坐得舒服 自然會回頭給你賺錢 這張Q婆送給你的 下次你來之前 通知我,我留一些最好的給你 不用客氣了 其實每一種水晶都有自己的天然能力 無論招財、招事業 或者招桃花都可以 我也想擺一個招桃花的水晶鎮 你和秋田先生… 秘密 June 根叔 剛才我聽你那個小姐說話 說什麼,擺一個水晶鎮 就可以招到什麼?桃花 你也想要愛情嗎? 不是我,是幫我的小妹 就是洪森如 我想擺一個陣子 吹吹她的愛情運 原來如此 是啊,那些水晶是不是真的這麼神奇? 信則有,不信則無 正如我今天早上算到自己有水劍 所以特地帶了一條黑玉石來化鎮 好啊 有 不好意思,有沒有弄傷你? 沒事 不好意思… 幸好有黑玉石 不是,那些水晶鎮真是這麼神奇 搞定 好… 床底的粉晶七星鎮是June教我擺的 他說擺了之後可以催旺妹妹的愛情魂 爸爸 Terry,你想來學拳嗎? 不是,是根叔呢?我幫你幫 不是,剛才我買了很多東西 他幫我拿上來而已 你也買了很多東西 是你叫June陪我買新衣服的 他聽了你說,狂叫我買,你看 這樣也不錯 June說水晶鎮在磁場很快見效 嘗嘗是否真的行 妹妹,剛才聽到你 不知道怎麼會一下子就扯傷了肌肉 我好痛,你可不可以幫他擺字打走? 我也沒有 我考考一下你的演技有沒有進步 你什麼都不用做正式 你叫痛就行了 痛得手也扔不高,可憐 但是爸爸,你出藥酒比我… 是嗎?不過剛巧我又是風濕病發了 手又是扔不高 來,你幫我洗澡,快點 謝謝 小妹,對著你好像沒什麼反應 我有反應,我冷得起雞皮 什麼時候可以穿衣服? 只要脫上衣服也不夠 可能要脫多一點才有效 Kerry,你忍著痛 均叔,你不是想打上我的菠蘿蓋嗎? 我不想斷腳 我選明星嗎?明天我還可以 派空館有新片嗎?我想看 幫你買到票嗎?好… 我可以穿衣服嗎? 可以嗎?可以… 我幫我花多點錢 大顆票真的功效好很多 你看,馬上有人約我妹妹出街了 擺了個陣子之後 假明星每天都約我妹妹去街 我真的從來沒見過妹妹去那麼多街 你說了,那個水晶鎮是不是磁力無窮? 那有沒有水晶可以催旺 演出事業運的? 那我也不知道 不要緊,我幫你問問June 好啊… 減完升車 對呀,去完街 男的送到他家裡樓下 應該是拍拖了吧? 你想知道,問問芯如就可以了 這邊不是花紅家的 哪有芯如走這邊? 是呀 怎麼會這樣?那個是誰? 根叔,你的粉精陣很厲害 芯如剛剛拍拖完,現在又再拍拖了 還要是跟外國人 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但他們一見又抱又疼 我跟芯如也不會 是呀 小妹真想不到你,竟然一腳踏兩船 你…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開放? 我真的很後悔 跟小妹擺了粉精陣之後 你看小妹 變成像孔雀開皮一樣 周圍都認識到男生 那爸爸,你買橙 你也選一個最漂亮的才入手 你也要給我機會和三姨選一選 我最擔心的是什麼?他不是選一個橙 而是整個雜果盤一起上 謝謝 原來阿P和阿板明依,你這麼熟悉 爸爸不是說醫生救了一個法國仔嗎? 可能那個法國仔請回去吃飯,謝謝他 我跟他一樣沒理由這麼好談 還好像很熟悉的 如果被小妹碰不到就麻煩了 他們兩個應該不知道 對方是紅三魚的男朋友 沒事… 好… 假明星也來了 連假明星也在 紅三魚這麼多男朋友坐在一起 很奇怪 聽到他們說什麼? 阿P,沒想到心魚挺好體力的 一個人對我們幾個都行 多點一起玩,特別刺激的 心魚應該玩上癮 上次玩完這麼快 又要我們一起玩 小妹妹和這麼多男孩子一起玩 我要玩什麼? 四個人打麻將,應該打麻將而已 他們說要好好體力 打麻將就只要手動玩 這樣也要精神,也要體力 你先別想太多了,爸爸,你先聽聽 我先打麻將 你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塞車來了 小妹和風笑 他們幾個男人碰在一起 會不會開大片? 小心點…應該沒事的 終於有人在一起了 想起都興奮了 第一次有這麼多人在一起 我們這麼多人的運動 你一個女孩子撐得住 又不是第一次 如果離家宿舍,我們不會怪你 我怕也沒怕過,房子也預約了 時間到了,我們走吧 不行… 小妹妹怎麼可以放蕩成這樣 幾個男人預約了房子 做多人運動 這樣嗎?打麻將也算是多人運動 打什麼人運動? 我不會讓她繼續放蕩下去 打吧,紅心魚都走了,你去哪裡? 小妹妹,我打電話給她 不通了 說,你們兩個到底什麼時候開始? 幹嘛瞞著我們? 幹嘛無緣無故這樣問? 其實我們是朋友,我們沒有拍拖 我明明親眼看到你們兩個 在樓下公園休會 什麼休會? 我知道了 那天我和芯妤在公園聊天 我帶了Lisa上來 我免得做電燈膽就下去了 剛巧芯妤回來 看到我一個人就和我在公園吹了一會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剛才和芯妤 你好像約了很多男朋友 一起玩多人運動 那些只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都玩? 我們玩一個虛擬遊戲嘛 虛擬遊戲是運動嗎? 遊戲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運動可以玩 爸爸說洪三宇你最近認識了很多男朋友 很明顯所有稍微走近一點的男生 他都會當是我男朋友 那你再檢查一下 為何爸爸那麼緊張,那麼吵架 你究竟做了什麼? 其實這次我要做個心理學的文章 是說不同性別的人 在虛擬和現實的世界的比較 所以我就介紹了一些朋友給芯妤認識 所以剛才我們就去玩VR和做訪問 遲些會當女生 是不是真的? 是,你去玩VR,你穿什麼裙子 裝得這麼漂亮 幹嘛?你現在變成風格了 還好說,爸爸 他叫阿磚替我選衣服 我也是應付爸爸才這樣變成風格 我一點也不習慣 現在真相大白,大家都明白,對嗎? 真幸運,原來是流料 差點爆料給芯妤認識 都怪我和芯妤認識了 對,我都說了 那條紅衣服的藥哪裡能喝得起 那跟叔叔知道真相沒有? 他最緊張的我過來 是,當然不行 我告訴你,這件事絕對不可以讓爸爸知道 那你又讓爸爸擔心一下? 你沒事了,爸爸,擔心什麼? 我最擔心的是爸爸 如果知道,他買水晶這麼貴 但沒用,我在這裡賣 你說得對,如果讓爸爸知道 他自己把水晶丟掉了,一定用 糟糕了,不可以讓爸爸知道 不可以讓爸爸知道 不可以讓爸爸知道 原來大師兄已經做了掌門 他有掌門鑰子 什麼鑰子? 哪裡有掌門鑰子? 有鑰子的話,我經常會聽完 還跟著我來逼婚嫁給他 媽媽,你們一天結婚 我也有見罪 你…就見了我了 你直接認識我這件事…